各位朋友,大家好 作为毛泽东的女人 孟景云半岁毛走过了她生命的最后489天 在孟景云回到中南海 回到毛泽东身边之前 这个反革命被抓坐牢 已经有八年没有见过毛泽东的面了 孟景云为什么会成为反革命呢 连自己的处女之身都献给了毛泽东的 她应该说是有了免死金牌了 但是她仍然会被抓坐牢呢 香港杂志开放的老总金钟先生 就访问了毛泽东的另外一个情人 陈慧敏 部分的解开了孟景云被抓 被打成反革命的秘密 陈慧敏说 我们也不懂政治 跟着发牢骚 我和孟景云一起议论毛主席 说毛向皇帝搞三公六院 我们算什么呢 是妃子要撤封 是妓女要收钱 是妓女要好好玩 我们什么都没有 这个就是孟景云的惹祸的原因 陈慧敏为什么会知道孟景云说的这些大力不道的话呢 因为他也是知情人 孟景云只是骂了毛泽东这几句话嘛 是不是还有更劲爆的呢 要知道 孟景云虽然在进这个总政文工团的时候啊 还是一个鸡死眼九招鼻的黄毛丫头 但是经过几年文工团的训练呢 这个小九头鸟早就已经呢 念得是牙尖嘴利 出口就要伤人的 可以肯定的说啊 孟景云绝不只是讲了这么几句 一定呢 还有更难听的 一定呢 还有更加大力不道呢 攻击毛泽东的评论 当然 他其他讲的那些话呢 我们目前是不可能得知真相的了 不过就是这么几句话 那也可以说是石破天惊啊 不仅是揭露了毛泽东玩弄小姑娘的事实 可恨的是 他还是白玩 怎么可能不招人恨呢 孟景云他自己呢 就是这个受害者来的 可以说啊 这句话完全是他呢 说出了他的心底话 不过大家如果联想到 那是个疯狂的时代 就会知道 孟景云那简直是吃了暴脂胆 说这些话 那是要杀头的 在背后讲毛泽东的坏话 轻则爱辟爱斗关监狱 重则呢 那是小命难保 据陈辉敏说啊 不幸的是这些话呢 被文工团的革委会主任刘素元 也就是当时啊 空军呢 文工团赫赫有名的刘司令听到了 他联绎了去向毛泽东报告 毛听了以后 只说了两个字 造谣 孟景云和他的两个闺蜜 陈慧敏 田宁这三朵空振文工团的小金花就被抓了起来 孟景云还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遭到毒打之后呢 送进监狱 坐了几年牢 不过另一个当事人呢 田宁在他写的回忆录红色回帽一书中呢 说出了另外一个版本 孟景云当时说了一些什么话呢 超过半个世纪了 田宁呢 仍然是守口如瓶 有几次话都到嘴边了 都硬生生的给吞了回去 可见孟景云当时大骂毛泽东 搞三公六院白晚小姑娘 不是造谣 更不是空穴来风 田宁又说啊 当时他们被办学习班呢 人人都要检讨过关 孟景云骂毛泽东的话呢 就是陈慧敏啊 写报告检举的 结果报告被刘素元知道了呢 才把孟景云陈慧敏和田宁呢 三个人先关了起来 后来呢 又把孟景云抓了起来 据说 当时啊 由于受到毛泽东的这个特别的宠爱啊 空正文工团有五个演员呢 人称五朵金花 他们呢 是刘素元 邵景辉 孟景云 陈慧敏和田宁 在当时 刘素元和邵景辉两人呢 年纪要大一些 这两朵大金花啊 当时呢 已经夺得了空正文工团的大权 当上了各委会的政府主任 当时人称刘司令邵政委 用空军司令五法县的话来说 因为有毛泽东的陈腰啊 刘素元当时是红级一时 所以在抓捕孟景云三个人之后呢 刘素元还参与了对他们的审讯 几个月之后 孟景云 陈慧敏和田宁呢 三个人都被打成了反革命 开除了军级 但是呢 三个人因为问题的大小 处置呢 也有所不同 其中处罚最亲的是田宁 他被押回老家农村呢 当了农民 陈慧敏其次 被送到了遥远的北大荒农场劳动 而处罚最重的就是孟景云 被判刑关进了监狱 毛泽东喊出来的两个字造谣 就此决定了孟景云的命运 翻手为云 扶手为语的毛泽东 当有人损及他的尊严和权威的时候 那是绝对不会手软的 即使是与他有着肌肤之轻的泡用 像手握重权的国家主席刘少奇 得罪了他 他不惜发动文革 把全国搞得天翻地覆 也要把刘少奇打翻在地 还要了刘少奇的老命 当然他要打倒孟景云 杀鸡自然不用牛刀 只是用了一根小指头 就把孟打入了18层地狱 不过被打成反革命的事 孟景云自己还提供了另外一个说法 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这本书 就讲述了事件的经过 虽然他回避了骂毛泽东 想当皇帝搞三公六院的事 也还是真实的反映了文革时期的荒唐的一面 在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的这本书中说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连中南海一周两次的舞会也停了下来 用毛泽东后来发牢骚的话来说 中南海舞会停了以后 让他不得已做了好几个月的和尚 因为没有舞会他的大床上 也就没有了年轻女人为他献身 因为当时毛泽东的这些18、9岁的小女友们 正是红卫兵一样的年纪 都想因了毛泽东的号召 涂生到了文化大革命当中 在各个文工团甚至军队中展开了夺权行动 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参加舞会了 在空军文工团当时也分成了两大派 一派就叫做硬骨头革命造反团 一派叫做红旗革命造反团 两派都自称是造反派 彼此争锋相对势不两立 一开始的时候 其中由五朵金花 田宁、刘素元、孟锦云等人为骨干的 硬骨头革命造反团 其实是保皇派 是支持军队当中那些老革命老将军的 据田宁说他当时是造反派的头头 是文工团的领导安排的 搞活动泄墨的时候还要说谢谢首长 可以说是保守的造反派 这也很容易理解 毕竟五朵金花是经常去中南海跳舞的 他们的舞伴一个个都有着响当当的名字 现在这些他们的朋友 一个接着一个被造反派冲击批斗 他们看了当然不高兴 但是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的目标 就是要打倒当权派 唯恐天下不乱 夺他们的权嘛 五朵金花的硬骨头造反团 自然不是红旗造反团的对手 被打的是落花流水 最后只剩下了刘树元 邵敬辉 孟景云 陈慧敏和田宁 这五朵金花 红旗造反派甚至还不让他们 回到文工团他们的住所 无家可归的孟景云五人 只好流落街头 眼看着了就要凋零 最后在无法可想之下 有人给他们出了个主意 动员他们去中南海 你们以前不是经常去中南海吗 去和毛主席一起跳舞吗 现在为什么不去呢 他们不知道 这一去不仅是改变了他们每个人的命运 甚至对文化大革命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不过这个话题就有点大 我有机会在讲刘树元的故事的时候 再跟大家说说 在1967年的元旦节刚过 孟景云他们五个人 就一起来到了中南海西侧的府右街上 在中南海西门 他们向掌管大门的警卫说明了来意 要见毛泽东 要见毛泽东谈何容易 警卫暂时用疑惑的目光审视着他们 看着这几个年轻又漂亮的女兵 他们也感到新奇 这些小姑娘又叽叽喳喳的说 我们有重要的情况向毛主席汇报 毛主席认到我们的 你不相信的话 往里头打电话问问 警卫在被缠得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只好派人往里头打电话请示 不到十分钟的功夫 里面就传出话来说 主席同意见他们 孟静明和几个伙伴 由警卫人员带领来 就进了毛泽东的客厅 没有想到 已经坐了几个月和善的毛泽东 已经在等候他们了 在一阵寒暄之后 五朵金华七嘴八舌的就说开了 说空政文工团里 阶级斗争太复杂了 有个反动组织叫红旗造反团 实际上是黑旗造反团 里面有不少地主资本家的狗崽子 又说文工团里坏人很多 他们还骂他们是宝黄狗 毛泽东看着这些漂亮的女青年 一个个情绪激动 就对他们说 我看你们这些小同志 很有革命热情 你们空军里的事情 可以去找叶群同志 毛说着顺手 从茶几上的笔筒里 拿起一支红杆铅笔 在一张白纸上就写下了五个人的名字 他一边写一边嘴里还念刀着 写完之后又数着人头念了一遍 然后在几个名字的下边 又写下了三个字 找叶群 写到这里 他把笔放在一边 并没有数上自己的名字 似乎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叶群是谁呢 经过文革的人呢 可以说没有不知道叶群的 他就是当时毛泽东清定的 几班人宁彪的妻子 是宁彪办公室的主任 职务呢 虽然不高 但是能量呢 却很大 毛泽东的一张普通的纸片呢 平平无奇的三个字呢 却有着无比的魔力啊 通过秘书送到了叶群的手里 叶群那是如获至宝 像收到了圣旨一样 因为呢 执行毛泽东的命令 在当时啊 是所有事情中的重中之重 为毛泽东办事 更是保命保全的第一护身符 叶群呢 马上行动 在京西宾馆的一间 不太大的会客厅里啊 会见了来自空正文工团的 五个硬骨头造反派的小将 他们就是毛泽东的代表啊 叶群对他们说 你们以后有什么事情 可以直接找我 不过在回去以后啊 对谁都不要讲 说你们来我这里了 这个呢是机密 否则啊 坏人呢 会装控制 懂吗 由于有了毛泽东的守令啊 又有叶群的权力支持 这个硬骨头造反团呢 马上就成了空军的香伯伯 不仅以前的队员呢 回来了 他们的对头啊 红旗造反团的许多人呢 也归顺了他们 而且 补小将呢 在空正文工团呢 还夺权成功 大金花刘少元和少景辉呢 就成了这个刘司令 邵政委 但是事情啊 并不总是顺风顺水的 得意洋洋的孟景云 在见到叶群 回到文工团的当天下午啊 就把这件事呢 告诉了他的哥哥 孟兆祥 知道孟兆云的人呢 现在不少 但是知道孟兆祥的人呢 就不多了 孟兆祥当年在空军文工团 可不是什么无名之辈 他是空正文工团的脑子歌团员 在六十年代初啊 就凭着自己的这个力量呢 把自己的亲妹妹孟景云 从武汉呢 带到北京 并且呢 还把孟景云呢 弄进了空正文工团 当了舞蹈演员 从这一点就可以知道 孟兆祥啊 是个厉害角色 的确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呢 他很快就跟上潮流 参与组织了空正文工团的 这个红旗造反团 是造反团的这个头头 他与他的妹妹孟景云呢 正好呢 是两派 孟景云呢 就把受到叶群接见的事呢 向孟兆祥说了 一方面那是长兄如父 他呢 要向哥哥也就是他的保护人呢 汇报自己的情况 一方面呢 这可能是希望呢 说服他的哥哥转弯 倒戈呢 加入到他们的硬骨头造反派呢 这一边来 大家想一想 做哥哥的怎么会听小妹的呢 何况他还是造反派的头目 孟兆祥的政治敏锐性呢 那也不是妹妹孟景云呢 所能够比的 他不仅没有倒戈 转向硬骨头团 反而呢 把刘树源 孟景云他们五个人被叶群接见的消息呢 说了出去 传言呢 像长了翅膀一样 在文工团的上上下下 里里外外呢 很快呢 就传开了 刘树源在知道他们见叶群的消息 传出去之后呢 赶快就找孟景云谈话 你把什么都告诉你的臭哥哥 叶群人讲了 不许说 你为什么还要说呢 孟景云只好承认自己的错误 但是话已出口 承认了错误也没有什么用 刘树源和邵景云已经呢 把这个孟景云呢 就当成了异己分子了 这个呢 还是小事 更严重的事呢 其实在之前呢 已经发生了 那还是在叶群呢 见他们之前发生的 因为呢 一手安排空政文工团的女演员呢 去中南海演出的是 空军司令无法宪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呢 他曾经把那些 经常去中南海跳舞的女演员呢 召集起来开会 要他们呢 汇报去毛泽东那儿的情况 包括毛泽东说了什么话 喜欢听什么歌 喜欢看什么戏 毛的健康状况如何 吃什么药 平时都喜欢到哪去 有什么样的生活习惯等等 凡事呢 能回忆得起来的呢 都要向他汇报 空军司令召见提出要求 孟景云 他们当然没有什么要隐瞒的 那是组织安排嘛 于是呢 他们尽量的就回忆了 在毛泽东那里的所见所闻 一边回忆 一边呢 还用笔写下来 就这样 他们每个人呢 都写了几大篇 另一方面呢 由于这个孟景云呢 遭到刘素元等人的排斥呢 越来越不信任他 加上孟景云的哥哥 孟造祥是红旗造反团的头头 孟景云呢 就开始转向了 他的观点呢 也逐渐的转到了这个 红旗造反团这一边 到1967年的年底 孟景云跟他的哥哥孟造祥呢 就谈起了空军司令 无法宪 让他们呢 写毛泽东的情况 孟造祥听到他讲的这个事之后啊 立即就认为啊 这种做法很危险 是严重的问题 应该呢 立即的向毛泽东反映 于是根据孟景云提供的情况呢 孟造祥等人呢 就写成了材料 并且一时两份 一份呢 放在自己的箱子里 妥善保管 另一份呢 则秘密的交给了这个 快大富 再由这个快大富呢 交给了江青 希望江青呢 把这个报告啊 交到毛泽东的手上 这个快大富是谁呢 他啊 就是北京高校学生造反派的 这个五大领袖之一 是江青呢 非常倚重的打手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 江青和叶群呢 关系密切 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啊 你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 不分彼此 江青在看到孟景云哥哥 送给他的报告之后呢 不仅没有交给毛泽东 反而把材料呢 交给了叶群 叶群看了这份材料 那是大吃一惊啊 知道这一材料的严重程度 如果材料转给了毛泽东 那可是天大的事情 因为啊 敢于打听毛泽东的隐私 那就是杀头的大罪啊 文革之前 中央办公厅主任 杨商坤落马 就是因为了 被毛泽东指控搞窃听 有前车之鉴 为了不重蹈负责 要保这个五法线呢 叶群就立即采取措施的 先下手为强 不久之后 大约是1968年2月份的一个夜晚 孟景云的哥哥呢 被抄家了 抄走了那份揭发的材料 第二天的一清早啊 孟景云的哥哥呢 被带走 进行了群众专政 罪名是反对伟大领袖毛泽东 几天之后的一个傍晚 空政文工团的刘司令 来到孟景云的宿舍 对他说啊 孟景云 空军首长啊 找你有事 你到团部来一下 孟景云随着刘素颜 来到总团的办公室 刚进门的时候 还觉得有些奇怪 怎么没有见到五法线呢 怎么会是空军保卫部的保卫干涉呢 这间这个保卫干涉啊 见他来了以后 马上出示了一张逮捕证 对他说啊 你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 你被捕了 你赶快牵制 孟景云一下子被瞎蒙了 他不知道该做什么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然后他就见到啪啪两个耳光啊 劈头盖脸的打了下来 刘素颜在打了孟景云之后啊 还不解气 咬牙切齿的骂 孟景云你反动透顶 你反对毛主席 你罪该万死 就这样 孟景云成了反革命 被关进了监狱 这是孟景云对自己成为反革命的说法 他完全回避了骂毛泽东 搞三公六院 他们这些陪伏的女青年 连妓女都不如的问题 不过根据陈慧敏和田宁的说法 他的的确确是骂了毛泽东 而且骂得还很解气 那么孟景云和毛泽东之间 又有什么恩怨 令他破口大骂毛泽东呢 我们下次继续讲他的故事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